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西元2011年的11月25号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国际艺术家张天宇 他的画在国富纪念馆里面收藏着 在典藏画册里面 117页的《烟雨江南》 那也刚展完的是 也是我们张天宇艺术家引荐的一个黄少强 他现在有一百幅的 这个幻化道 二烈士衍生出来的一百位烈士的 这个小巷正在 那么我想今天 因为艺术家也 我们之前就准备了 那么特别把这些珍贵的画运回来 那么想今天跟台湾的 各位热爱艺术的朋友们 那么分享一下 他的艺术创作 很久没见过 两个礼拜 不只 紫色的 我在做的梦 然后去追我的梦 那为什么 因为法国 罗曼罗兰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约翰 柯里斯 柯里斯 什么 约翰走路 不是 我每次记得就是 柯里斯多夫 我每次都想到就是 那罗曼罗兰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对艺术他并不是很确定 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成名 他写了一封信给当代的大文豪 托尔斯泰 但是他想他可能不会回信 他那个托尔斯泰这么高位置 没想到过一个礼拜 托尔斯泰写了三十六页的字 信封给他 他大刺一经 他中间讲 艺术 是最主要是对人类的爱 因为 对于人类 是在 对人类的爱 是超乎人类对艺术的爱 是 因为他在 人类的爱是在艺术之爱之前 所以影响了 这个罗曼罗兰 所以我就想到他所用紫色 来追寻我们的梦 追寻我们的艺术 那我觉得 我们要站在巨人角度来 的肩膀上来看一件事情 托尔斯泰他讲的是单时代 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时候 我们看的话 我们不用说我们爱国就要画一个国旗出来 不是 我们爱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 从心理方面去看 然后呢 我这个梦呢 梦的解析呢 我是用我的角度来看 然后来分析给 世人 说我们的梦如何去追寻他 我如何抓我的梦 我里面是绿颜色的 绿色的 我再加上一个紫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好的时候我就开始收笔 让大家去看慢慢想 他有绿色的很细微的这些线条 那我觉得说我们可以用心理来做一个分析 那因为这个紫色的这幅跟中间这一幅 是今天才运到 早上才运到 差点还来不及 那其实这两幅是本来就已经运过来 在我们这边 先保存着 那我比较好奇是这个紫色的这一幅 它里面的故事 还有它有没有一个名字 那因为这个紫色 我觉得它里面有蓝色 红色黄色 就是说它层次其实是很多 那我们等一下请我们摄影师 就是移一下 我们来静静静的来看这幅画 到底是 其实这个 是不是说 因为你刚刚说绿色 我原本是真看不到 但是现在仔细看 就是有绿色 然后这里好像比较蓝 然后这里又是橘 橘的又是暗藏在后面 这样 主要好像是橘色的 好像是多一点 然后这边是绿色 那因为我们还是请创作人来给我们讲解 因为做梦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哪里了 但是我总觉得是有这个意象 是一个围栏 是一个围栏 然后呢 有这个树出现 然后 画作有名称 画作就是追忆我梦 追忆我 追忆我的梦 然后呢 我就起传说 就开始来画它 那有时候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说 觉得这个人似神相似 但是 如何来证明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在一起说 这个图 这个图 好像我们已经见过 哪里见过 我不知道 其实有时候在梦里面见过 所以我给它做出来 然后 此情好像是在黄昏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们经过那些小道 然后看那些树的那些成长 影响啊 经过小道就有扣子掉下来 这厉害厉害 太厉害了 那我们就 因为这扣子提醒我们要讲小道 所以我们来从小道 大道之行 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要显弦以能又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还是尽量就是说 就画作本身 那么因为我看到它是 你仔细看的话 就是说 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有亮光 这边有蓝色比较多一点 但是蓝色好像在消失的感觉 这里是一个蓝色 那这边是橘色比较多 这但是这绿色 但我看到绿色 这道力量是 好像蛮强的感觉 那么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看到它有这个部分 是属于这个霧光的 就是没有那么亮 那这边就是有充分的笔刷 不好意思碰到 是刚刚应该刮用力一点 像我参与画作 就是这个部分有很多笔刷 那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叫做墨堆 就是堆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油彩 可不可以 要不要拉回小道来讲一下 我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大哥去做以后 起步时候就不必很重视它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画画的时候 是对上帝来做一个交代 然后不是对我们一个市场 或一个人来做个交代 因为假如我们对上帝交代 我们就只有一个点的话 一个中心点的话 那其他都带起来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比较持久 比较很久 不管它在这些时间地点方面 画来说 它还是可以持久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 我们画的时候 就把你内心的感觉带出来 所以说你的心 跟上帝的心是在一起 这种感觉 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说要符合上天的这个 就是说你不要为了利益 对 而来去做什么修正 因为你一说的时候 那个别人就看 你这个里面好像有坑坑 好像说你是为人而做 不是为了这个天而做 对 其实最近我有特别有这种感觉 就刚刚你这样讲到小道的时候 扣子就掉下来了 那就是说你走这些小道 邪门歪道 不走正道的话 其实它不是长久的 对 迟早会发生的 迟早就是说会 要走正道 所以罗兰他就说要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那他书里面也是这样子 那值得我们提醒 也值得我们追寻的目标 但是有时候在社会里面 我们就像染缸一样 有时候染染染染染 自己都不知道这是谁了 这个就比较悲哀 对我们要施然提醒 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对人的爱 就是对世界对物的爱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因为即使是艺术 也会被沾染 对 沾染污染 对 所以我们要实时提醒自己 要有一个善良的心 做一个君子这样子 你经常达到 那其实我接触就是 美国大部分是西岸 那巴黎的话就是靠左岸这边的 艺术家比较多 那国内跟中国大陆的部分 我也有接触 那我觉得我会推的艺术家 多多少少我都有 一定是感受到他对艺术本身的执着 而不是说 而就讲白的就是 不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人 那往往这种人的创作也是 会特别有力量 因为他感受力就特别强 因为他不会针对某个 对目的而化 而且也比较苦 才能熬出蜂蜜 对对对 我们张艺术家其实是 小时候就也经历过 很多很多很多的成长 要去到地上 对对对 然后才磨练 然后才 对 OK 拜拜 拜拜